像黄瓜,人人都会做,但是很多人第一步就做错了 难怪你做出来的不是长毛就是坏掉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家里用了几十年的老方法 每年夏天,家里都会腌制上几次 吃起来特别的爽脆,做法也是非常简单 嗨,大家好,我是小苏,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八根黄瓜,用两白开多清洗几遍 切掉口尾两端 中间,对半片开 再一分为二 切掉瓜嚷,这样吃起来口感会更好 因此出来的黄瓜,才会更加的清脆爽口 再次一分为二,每一根黄瓜,像我这样,给它切成八条 装入大盆 这样的一个大勺,加入一勺白糖 翻拌均匀 用白糖来腌制黄瓜,比用食盐腌制会更加的好吃 有营养,腌制一小时杀出水分 喜欢吃辣的朋友,准备上一些小米辣,去蒂 对半切开 去掉辣椒籽 再准备西头大蒜 切片 装盘备用 锅中有热,这样的勺子加入一勺花椒 一大勺干辣椒 一小勺辣椒面 一小火炒出食材的香味 关火晾凉 接下来准备一个酱汁 碗中加入这样一小勺食盐 一大勺生抽 两大勺山西老陈醋 一丢丢就装蚝油提鲜 再倒入熬好的辣椒油 把料汁搅拌均匀 现在,黄瓜也已经腌出了很多的水分 每一根都变得柔软有韧劲 倒出黄瓜汁,直接喝了 腌制好的黄瓜中加入小米辣蒜片 調好的料汁 翻拌均匀 这样做好的姜黄瓜就可以直接吃了 想要更加入味 我们可以放在冰箱 冷藏腌制三到四个小时 这是腌制了一晚上的效果 这样做好的姜黄瓜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真的是太好吃了 吃起来爽脆可口 麻辣鲜香又入味 接下来准备一个干净消毒过的容器 腌制好的黄瓜一次性能吃不完 可以放在冰箱冷藏蜜蜂保存 夏天天气热 吃饭没有胃口 可以来上几根下酒又下饭 上桌比大鱼大肉都还受欢迎 无论是配上白粥或者是馒头米饭 都特别的好吃 一次可以多做一些 半年都不会坏 快试试吧